你有想过骑着驴子去旅行吗 马上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 青春爱读书带你阅读全世界 在今天的青春爱读书呢 先将故事带大家到一个遥远的国度 也就是法国 法国的南方接近普罗旺斯的地方 你会看到这里一个特别的区域 那么自古以来 它是由阿尔卑斯山的延续 从阿尔卑斯山连接到西班牙的 区域斯山中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这个地形的隆起 那么被称之为赛文山脉 那赛文山脉呢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贫瘠 而且人生活也非常困难的所在 所以在长期以来 被这个法国记彩成 这个鸟不语 花不香 男不亲 女不爱的土地 但是在这块土地上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教派 叫卡米撒教派 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 跟一般的这个基督徒不同 其实呢 用历史方面来理解 他们是属于新教徒 他们是法国的新教徒 因为法国呢 至少在大革命之前 它的核心 政教合一的政体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 而在路易十四 担任法国国王的同时 他也废除了这个南特设令 也就是对这个新教徒 跟天鲁教徒之间的这个区分呢 他们又把它重新把它 再把它划分出来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法国对新教徒 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 而这些新教徒 后来都躲到了 赛文山脉的山区里面 所以在这里 很久以来 它是有很少 有外人来特别 来涉入这块土地 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之后呢 慢慢地有一批 特别的旅行蜂巢 他们专门踏入这些 过去没有旅人涉足的所在 从遥远的撒哈拉 西藏湘格里拉 或者是恒河的流域 他们把目光呢 收到欧洲的本土里面来 而赛文山脉 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书写场地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二十岁 刚出头的年轻人 那么他出生于苏格兰 那他从小 他就对这样子的 蛮荒的土地 风土人情 有着浓厚的兴趣 所以他决定 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去买了一只驴子 然后他想要 整个驴子呢 来穿越这段山脉 在这个将近半个月的旅程之中 他跟这只驴子 有许许多多的冲突 不愉快 那么他们没有发现到 驴子处于这个发情起 所以他有很多的指令 他有很多的生活习惯 跟平常的驴子 是完全的不同 所以后来 作家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在跟这只驴子 有各式各样心理上 跟生理上的拉扯 不过也在这个 漫长的过程之中呢 他慢慢地习惯 也摸清楚 这个驴子的本性 而这段旅程呢 后来有被写成了书 而这个作家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家 他写下了 金岛跟变身博士的作家 他就是史蒂文森 而史蒂文森呢 在这段旅程之中 他特别将驴子 视为一个心灵锻炼的伙伴 我们必须要顺从 要去理解 他在生命之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开心 为什么驴子的脾气 会这么地大 史蒂文森站在一个 以人的角度 重新来理解这个友伴 这个company 而这个朋友呢 或这个友伴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也慢慢地让 让史蒂文森理解到 生而为人的傲慢跟自大 当我们面对其他的生物 或者其他的这个同伙的时候 我们应该抱持 什么样谦逊的态度 而史蒂文森的这个 骑驴漫游记 后来变成了旅行文学的经典 也开启了史蒂文森 在写作这条路上 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可以看到呢 驴子不管在什么样的 文学作品里面 早从1605年的唐吉科德 一直到19世纪 其上有许许多多的 文学作品都与人跟驴子 来相伴 来作为一个重要的 的一个文学的线索 为什么会这么写呢 其实这是值得 大家来好好了解一下的 而我们在今天的青春语的书 我们要了解的这一本书 《小毛驴与我》 它是由1956年 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西梅内斯所写的 到底西梅内斯 他写的这本《小毛驴与我》 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那西梅内斯 他的文字里面 又运好了史康的魅力 值得大家来好好地了解一下